曾少宗以前去應徵的時候 他拿歌手的CD去放 結果選上了耶 是因為很會唱歌嗎 不是 因為我以前在南部嘛 因為那時候正常在辦選秀 然後是柴姐辦的 然後後來那是以前的一個叫新人幫 然後那時候我想說 因為我不知道什麼是卡拉帶 然後他想說你要叫我說要準備什麼 我說好 那唱歌好了 那我想說那我就帶了那個 林志炫的黎人 然後我就給他放 然後後來我才 就直接帶CD去嗎 對 帶CD給他放 因為一般路人哪會有卡拉帶啊 沒有 我覺得我在南部耶 然後又是一個鄉下出生的小孩 我怎麼會只有這種東西 然後後來我就放 然後放之後在台上唱 然後他們覺得我唱得好好聽喔 因為林志炫的聲音在我後面 你有唱出你自己的聲音 還是說你就徹底的對嘴 我就 沒有 我就唱啊 然後後來他們就說 奇怪為什麼會有別人的聲音 然後後來就也比較莫名其妙就選中 你這個故事其實講的事情是 那群觀眾人是笨蛋的耶 他們聽不出來是CD裡面的歌聲 後來知道了啦 我就後來就被其他的團員醫師取消啊 迅猛龍 麻煩站一下好不好 迅猛龍 妳說妳在大學生了沒之前 就已經一直有心探看中妳嗎 我國中的時候是又醜又胖 就很像鬼 然後有天就有個經紀人就叫住我 就說 我這裡是未來電視台的 我覺得妳很適合上電視 就給我一張名片 可是那時候我急著要回家 我就想說好 先拿著名片 回家問媽媽 結果我就要拿給我媽看的時候 妳看有大筍的味道 對 妳感覺很像 趕快講一下前話的 我幫阿嬤 我跟妳講 妳很小 我跟妳講 妳看自己 嘴巴還要講 怎麼會這樣啊 妳看 卓永寧就是要鎮定 就坐也要這樣整個人坐鎮 妳表情可不可以放鬆 不要就是妳知道 別嘴 別嘴 然後我就 然後啊 我就 好啦 然後我媽連看都沒有 她說她是未來台的 對 我媽連看都沒有看 就丟掉 然後我說幹嘛不看一下 然後我覺得就說 妳臉長得跟鬼一樣 身材肥得跟豬頭三 怎麼可能會有人瞎了眼看上妳 然後我還是不死心 然後隔天去呢 妳很想要當什麼 沒有 我就是覺得 是有這麼著是不是 然後隔天去那個心態就是 也是跟我聊一聊 她就忽然說 欸 其實我的身分啊 不只是心探 我還是個氣功師 然後我整個傻眼 我就說 昨天自己是陽酒 怎麼會合在一起 對 然後她就拿出一本氣功的書 她就說 妳看 我所有都是真的 所以妳說妳一天 有三個以上的心探搭訕 是從什麼時候開始 從大概 國中的那一次之後就沒了 然後之後就是高中的時候開始 所以氣功師就無疾而終 沒有 她後來還有 就打去我BB Call 然後留言罵我 因為我媽就覺得很怪 然後那時候我爸是警官 就請我爸去調查一下 然後隔兩三個月之後 他就打 流我的言 然後就去聽她就說 妳為什麼要請警察來調查我呢 我有猜中妳喜歡吃什麼啊 這樣又不是騙人啊 過了一次妳又沒有喜歡吃麵包 妳知道 妳真的國正怎麼那麼陰險 然後就莫名其妙被罵了一頓 妳有沒有跟她道歉啊 沒有 因為她留言 我也不知道她的電話號碼 然後直到何時 妳就變得很多人找 高中的時候 是變漂亮了嗎 對 酒店公關上來搭訕的時候 是左永寧也有 有 妳出道後嗎 出道後 然後她還要妳去酒店當公關 對啊 她可能認不出來我吧 太忙了她 所以她怎麼跟妳說 叫妳去那邊 她說小姐我看妳條件還不錯 妳想不想賺外塊 我們這個工作很輕鬆 然後也在這附近 而且我們工作時間很自由 對啊 很好賺這樣子 那妳有跟她發脾氣嗎 沒有 一聽就知道是酒店 就說不用寫寫 她們會遞名片 會 然後上面是寫名的酒店 寫她的名字跟電話 她不會寫酒店 妳是會有名字嗎 因為她會把 把貨 不是把貨 把人介紹給很多很多地方 她不是一家的 對 她是她自己 她自己的電話 對 其實有些她真的是一些 譬如說小一點規模的 演藝經紀公司 或模特兒公司 但她的目的其實 她有時候會變像她可能要 她要賺妳一些 什麼照相的錢 或什麼其他的錢 不是真的心態 所以正規的那種經紀公司 會叫妳拍照的時候 付三到五千塊嗎 其實我們公司到後面拍照 還是有費用 但是那個費用變得出來 就譬如說 我們會找很好的攝影師 造型師 然後大家集合起來 去分享那個錢 錢就變得比較少 但是不是說 妳今天進來 就是每個都一定要拍照 就今天確定妳簽約 妳要開始工作了 妳有需要了 然後我們會安排這樣的 還是一樣啊 還是會有費用 那妳們兩位的公司 是都有專人出沒在街上 一直在找人的嗎 找新人 我們公司是 除非有特別的需要 不然不會這麼 這樣太坎坷了 妳是說沈玉琳叫妳去找是不是 而且說男生向誰去問 是沈玉琳的需要嗎 可是要怎麼樣 妳去找的時候 那個路人不會嚇到 他要相信妳真的是節目的工作人員 通常都會啊 所以我去找路人的時候 都會想說 要變一個慈祥的臉孔 就說 小姐妳好 好可憐 那可以拿名片出來嗎 有啊 我就曾經拿過名片 我就說不好意思 他說妳是騙人 我說沒有 我有名片妳看 然後我就拿電影片給他 就看 哇哈哈 我還笑嘻嘻咧 我還笑嘻嘻咧 你怎麼咬著手的啊 對 妳們都認為 就不太斷重 對啊 我還看妳說 妳看後面有節目啊 這種名片隨便一動嗎 有 送新年五千塊來一場空 極地佔領南台灣啦 那就被騙了一次是五千塊 然後我就跟他說 你沒有工作 因為國中生嘛 就是會很拯救 很想賺錢 對 然後他就說 那有沒有那種 你真的覺得很正或者很帥 然後帶回公司去 上司跟同事都笑 你說你眼睛瞎啊什麼這些 應該不會 因為我眼光還滿準的 真的嗎 所以這六個人你會先選誰 我會先選櫻齊 就是他是 他是那個男生第一眼 就會先注意到的人 因為他比較亮 OK 然後呢第二個 再來 選我… 應該是王以露 王以露你也選 不要 妳們一起上健身公嗎 其實要這幾個來選 真的太勉強了 因為現場在座 在座我覺得只有小S 我覺得我看會 這樣講什麼也不行嗎 真的 因為妳應該 妳應該去娃哈哈耶 真的 我還算是誰 歡迎妳 那妳一直不選宋欣妮是怎麼了 宋欣妮 沒有 其實我以前還滿欣賞她的 她現在變比較胖 妳現在知道寶寶的性別了嗎 真的假的 她有笑寶嗎 沒有 所以曾經 剛才宣寶說她一天三個 那超過一天三個以上了呢 誰 沒有 沒有 不是我是有被騙過 你也騙人家啊 你冒通那個臨時圈的聲音 沒有 沒有 還在更早的時候 還在冒通臨時圈更早 你有被流浪店公關 沒有… 因為我在南部 其實沒有這種公司嘛 通常都是什麼經濟 她會說什麼模特兒經濟公司 或是藝人演藝公司 然後我想 後來有一次在路上 然後就跟我搭訕 然後她就說 妳可不可以進我們公司 然後我覺得妳很有條件啊 什麼的 然後我想 後來想說 因為其實想說試試看嘛 因為沒有試過 因為在南部 這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 後來就去他們公司 大大的感覺很有規模 然後她就說 妳看我們這邊的藝人啊 她就一翻 那個 她說妳看徐懷玉 是我們家公司的人 然後是從這邊出來的 那我那時候那樣子啊 這張是妳寄去公司 給人家應徵的照片嗎 她就說 妳既然要拍照啊 那這樣的話 妳可能要繳三千六百塊錢 然後我說 好… 然後想說要拍照 對… 然後就自己帶髮妝喔 然後自己弄喔 然後拍完了之後 然後她就說 我們現在都還有上課 然後要一些給妳上化妝課啦 或什麼美姿美怡課啦 那妳可能呢 因為包含化妝品還有請老師 妳大概還要再付個兩萬塊錢 好多錢喔 後來有一天說 好 我們安排試鏡了 然後有一天晚上 我爸就帶我去 然後我們就到一個 那個小小的地方 一個房間裡面 就看到一個導演 然後就坐在這邊這樣坐著 然後後來就旁邊很多人 就圍著要試鏡 然後就開始演一齣戲 然後演完之後 我才知道說 原來他們是演那個藍色蜘蛛網 那個髮妝琴之類的 然後那時候 我很羨慕說 為什麼都沒有選我 為什麼都沒有找我去演 如果選上 妳會去演對不對 會啊 連藍色蜘蛛網都試不上嗎 我跟你講在南部喔 如果妳能上電視 或是看到明星 小小的上鏡頭的機會